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住 第一卷 北京宰相 第32章 朝鲜事变毛州典将 1950年6月25日 是人类步入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重要时日 这天凌晨 50万全赴苏联武装的北朝鲜大军 潮水般涌过38度线 向南朝鲜发起突然袭击 钢铁洪流 全线席卷 锐不可挡 大韩民国里承晚政权急驻日美军总司令迈克阿瑟将军 大约做梦也没有想象到 这50万北方大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来自何地 两天之后的6月27日 北方大军兵临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里承晚政府弃城南逃 同一天 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激烈反应 宣布驻日美军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开赴朝鲜半岛参战 并改变放弃台湾的初衷 而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及军事协防台湾 以阻止共产党军队南北呼应 一举截断西方世界在远东地区的海上生命线 同一天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辩论朝鲜局势至深夜 表决之前 各国代表需要向各自的政府首脑请示 在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没有返回会场的情况下 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名义 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兵维持局势 称为联合国派一军 当然是以美国军队及大韩民国军队为主 其余英 法 和 比 加 澳 新 土等国家都是象征性的派出一个旅 一个团 一个营乃至一个连的部队参战 说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曾提出派两个军制韩国打击共产党军队 但被美国所婉拒 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气的拍了桌子 老大哥怎么这样不负责任 苏联代表为什么不回到安理会会场使用否决权 这下子好了 美国军队以联合国派遣军的名义出现在朝鲜半岛 是反侵略来了 而把北朝鲜人民军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内战 便成为对大韩民国的入侵 毛泽东说 二十世纪的荒诞逻辑又一次重演丑剧 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无耻之由 朱德说 我们不怕 是进水楼台 他们隔了半个地球 原水难救原火 刘少奇说 美国军火商又要大发战争才了 美帝国主义是无战不兴 无战不复 近百年来一直在发战争横财 周恩来说 联合国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强国对外用兵的工具 将来一定要联合世界上的大多数弱小国家 来全面改造它 或是重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来对抗它 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 强烈浅迈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宣布中国政府绝不坐视美军入侵朝鲜及台湾海峡 将以一切手段全力支持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充分准备 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实为公开宣布介入朝鲜战事 使得毛泽东周恩来们感到鼓舞 欣慰的是 北朝鲜人民军在占领汉城之后 7月初将战线迅猛难移 南朝鲜里承晚政权的军队已溃不成军 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只顾往南方逃命 虽然未如斯大林同志所要求的那样 三至四个新朗之内解决问题 但到了8月初 北方大军已占领了南朝鲜92%的土地 及控制了面分之91的人口 而把里承晚的残部和匆匆赶来救命的 美国军队压缩到了落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 有待歼灭 实际上朝鲜战事从爆发的那一刻起 即有三个司令部在操作着这场国际战争 一是北朝鲜金日成将军的人民军总司令部 有一批苏联顾问 二是日本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部 三是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 7月中旬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 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下令调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等部 组成东北边防军部队 直属中央军委指挥 下辖第38军 39军 40军 42军 加上三个独立炮兵师 继26万精锐 任命邓华为司令员 洪学志 韩先楚位副司令员 为必要时入朝参战做准备 到了8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 仍由周恩来主持会议 决定增调第一野战军的第十九兵团 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入东北 作为东北边防军的后备部队 这样东北边防军就拥有了三个兵团 下辖十二个军六十余万人马 在中南海居仁堂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 为毛泽东于延安时期推年给周 任副局长的中央军委作战局 日夜研究推演着韩朝战局 雷英夫每日向周恩来报告三至四次前线战况 进入八月份 双方在落东江地区的战事呈焦灼状态 国际上各种势力纷纷对朝鲜战局做出各种预测 北朝鲜人民军宣布八月份将取得彻底胜利 会将美、伪军队全部赶下日本海 并在南朝鲜全境实行土地改革 欧美及亚洲的军事观察家们则预言 北朝鲜共军即将遭受失败并从此一败涂地 美国的新闻舆论却闪烁其词 一会说参战美军将会撤退回日本 一会说联合国派遣军将在朝鲜半岛的适当地点实施大规模登陆 另辟战场正是这后一点 引起了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的高度警觉 8月23日晚 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办公室听取军事秘书雷英夫的战况汇报后 敏锐地做出了五点战局分析 1.敌军目前在落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集中了十几个师固守 与北方大军隔江对峙 是要以此来拖住北方大军的主力 使其不能激动 2.美军在日本还有两个师的兵力 新晋又组建了激动兵团 正在大搞登陆作战训练 意欲合围 3.清朝美军及迈克阿瑟将军本人整个二战期间都在太平洋战区 一直进行岛屿作战 大规模登陆作战是他们的拿手好事 他们不可能不发挥此一军事优势 4.美、英等国的多支舰队 携有相当数量的登陆艇 正向朝鲜半岛海域接级 这些舰队显然下是为了解决后勤供应 而极大可能是为了登陆作战 5.朝鲜半岛是个狭长地形 从北到南 北方大军的战略补给线已经拖得很长了 汉城则是这条战略补给线的枢纽、铁路、公路的交汇点 汉城之南几十公里处即是海港人川 如果美军在人川登陆并一举拿下汉城 横劫开去 很容易就把北方大军的主力部队包围起来 南北夹击予以歼灭 朝鲜战局表面上看北胜南败 形势大好 实际上很显 是一种全军覆灭式大危险 周恩来被自己和军事秘书的分析吓出了两手冷汗 他说 很好 这是我们的共同作品 需要马上报告主席 果然 毛泽东在电话里听了周恩来的战局简要分析后 也予以高度重视 让周恩来立即带上军事秘书到菊香书屋详谈 毛泽东再次听了战局五点分析 连称有礼 又问美军除以到达朝鲜参战的部队外 现可立即参战的部队还有哪些 周恩来回答 以清朝的是美国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的两个师 可立即参战的是该集团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 加上第六舰队 第七舰队 以及美国第五航空队拥有的700余架战机和第20战略轰炸机航空队的300余架各型轰炸机 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在他们手里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迈克阿瑟将军的个人性格 周恩来说 根据外电报道介绍 迈克阿瑟是个倔老头儿 二战以来一直担任东方盟军统帅 他下定决心的是谁也改变不了 连美国总统都敢于顶撞 是个十分狂妄的好战分子 美国国内则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毛泽东听了 兴致很浓 连说好好 针对朝鲜战局即将出现的险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出三项措施 交由周恩来立即执行 一 命令东北边防军采取一切措施 做好一切工作 误于9月底之前开赴鸦禄江边境沿线 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二 立即通知北朝鲜和苏联 我们判断美军将在仁川大举登陆 向他们讲清楚美军仁川登陆的利害关系 建议人民军立即在落东江一带布设移兵 主力部队适当后撤 控制战略高地及交通要道 并部署力量在仁川沿海构筑攻势 严密防守 以阻严敌军登陆 如果北朝鲜方面不相信我们的建议 执迷不误 我们则一定要把自己的 按住部队撤回到三八线附近 保持进可攻 退可守的态势 三 军委总参谋部 政府外交部密切注意美海 陆 空部队动向 随时报告 并通知全国各大军区负责人 立即着手研究朝鲜战局 向中央报告研究心得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已将上述三点计数下来 秘书将记录搞交周恩来审阅 签字后 立即离开 去交付执行 毛泽东说 恩来 你又要做我的军事伙伴了 这回要当真武松 打真老虎 朝鲜战局 我们将从按住走向民邦 按住诸多方便 民邦需要全国动员 首先做好党内 军内工作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步调 统一号令 统一指挥 还是武统一路 周恩来说 是啊 公开出兵的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主席让各大军区研究朝鲜战局 这一点特别重要 是为全军总动员的前奏 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 把六大军区司令员 政委都请来 各路大将其籍 议论议论 做个思想准备 毛泽东想了想 点点头 拿起手边的铅笔 漫条丝里的在纸上写下长串名字 边说 不一定统统请来 先通知这些人来开会 加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接过名单 看着那一长串熟悉的名字 东北局 高岗 李富春 华北局 聂荣珍 博一波 华东局 陈毅 素玉 中南局 林彪 罗荣环 西南局 刘伯成 邓小平 西北局 习仲勋 周恩来的目光停留在名单的末尾 西北局只有政委习仲勋 而没有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犹豫了一下 才问 主席 是不是把彭老总的名字给露下了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微笑着 彭大将军如何露得下 是科难替的头吗 去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 也没有通知他来 代表一野的是贺龙 他和贺龙一直关系不妙 简直不能共事 大阅兵后只好把贺龙安排到西南军区去任司令员 还是邓小平能容忍 懂得团结 尊重同志 这回 我也是担心他一来开会 就带头放炮 抬杠顶牛 再跟有的人一唱一和 事情就不好办罗 所以打算慢一步通知他好些 周恩来心里有数 毛泽东指的那个有的人是任弊石 任弊石是4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 在莫斯科疗养半年 病情已有好转 身体虽然虚弱 却不肯继续休息 中央只得批准他每天工作4小时 他依然那么勤勉 认真 在书记处会议上 照样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 毛泽东说 恩来 名单就交给你了 先跟总司令 少奇 毕时他们通各器 再以军委名义发电报 通知各大区负责人安排好各自的工作 9月中旬到京 20日开会 这之前 我们中央书记处还要召开扩大会 专门研究朝鲜战局 恩来呀 如果我们公开出兵 以什么名义为好 周恩来答 当然应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开通电邀请 请求我们以军事手段支持他们的保家卫国 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毛泽东摇摇头 不对 我们的大军还是要秘密入朝 天兵天将先打他几个大胜战 到战场上去公开身份 我是只给我们的出国部队取个名字 而不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 周恩来说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了 前不久黄炎培老先生和我私下交谈 说我们如果公开出兵 可以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义 毛泽东抬高了声音 手掌在沙发扶手上一拍 好 这个名字好 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你看 有谁来挂帅出征好 周恩来谦逊地笑着 我们各路大军将帅的情况 孰优孰劣 主席比我看得更清楚啊 到时候主席登高一呼 英者如云罗 毛泽东面露不悦 恩来 我是想请你先给参谋参谋 不是要你讲客气话 周恩来这才又盯住手上的名单 认真想了想 之后提出四个名字来 林彪 邓小平 彭德怀 素玉 毛泽东说 老彭先不予考虑 让他留在大西北党政军一把抓吧 西北为王 顶多做个左宗堂 为什么不提东北王高岗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乡谭老乡 当彭德怀大将军成见很深 心里很有些感叹 彭老总是个大忠臣和大功臣 只因喜欢直来直去 不好吹吹拍拍 头上升爵 身上有拉式的 令道主席对他敬鬼神而远之了 便说 高岗同志当然是位帅才 我的考虑是 东北地区实为我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略腹地 我们的大兵团入朝作战后 负责后勤总供应的非高岗同志莫属了 可以说 后勤供应做好了 我们的参战就打赢一半了 毛泽东点点头 表示同意 再说说林彪 邓小平 素育三位 周恩来说 林 邓 素都是我军的统帅之才 既有战略 又有战术 林彪统领东北数年 对东北以及朝鲜的民俗民情 山川地理 物产资源相当熟悉 应当是领兵出战的最佳人选 他的弱点是身体弱 多病痛 邓小平可以统一三军 他的长处主席比我更了解 头脑灵活 既多谋族 善于应付大局面 大变故 关于素育同志 我觉得是我军难得的一位长胜将军 二十几年来身经百战 很少打过败战 说实在话 当年的华东战场 素育的决策指挥 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尽管他是名列陈毅 饶术时之后的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陈 饶经常闹矛盾 实际工作往往是素育在做 他也从不计较名位 很难得的 如果林 邓因各种原因不能挂帅出征 素育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素育湖南会同仁 1927年20岁时加入共产党 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和湖南暴动 历任红军连长 营长 团长 师长 军团参谋长 抗日战争起一直留在华东地区率领新四军对日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曾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 他的资历不如陈毅老 文化素养也不如陈毅高 军事指挥才能却在陈毅之上 毛泽东见周恩来如此推崇素育 起初并没有十分往心里去 他说 还有刘伯承 贺龙 陈毅 罗荣环 徐向前 聂荣珍 叶剑英诸位呢 不都具有独当一面 统育一方的大才 周恩来说 主席点道的 当然都是我军最优秀的将帅之才 刘伯承同志是国内外知名的军事家 出他必出邓 刘邓大军 名扬天下 陈毅则宜继续坐镇东南 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罗荣环体弱多病 一直住在医院里 似乎不宜出征 贺龙 徐向前 聂荣珍 叶剑英四位 主席比我更清楚 运筹帷幄 统育大军 呼风唤雨 就稍逊于前面几位了 毛泽东沉思两久 手指里加了支烟忘了点燃 从不吸烟的周恩来 擦亮一支火柴 凑上去 帮主席点燃了 毛泽东深深吸上两口 温和地看周恩来一眼 表示谢意 恩来 你讲得大致上不错 刘伯承摸 长我一岁 老资格罗 1929年毕业于苏联福龙之军事学院 理论上 实战上都很有一套罗 我准备把他摆到南京去 主持我军的最高学府 后称南京军事学院 负责培训全军的高级将领 我军的高级将领 多数是大老粗出身 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也各有指挥才能 就是高级将领 初级文化 缺少指挥诸军种协同作战的现代化战争之时 今后打的是海 陆 空立体战 没有科学文化之时 光懂吹号冲锋拼刺刀怎么行 所以急需补理论课 文化课 邓小平摸 我准备调到中央来 大财大用 协助抓全局性工作 陈毅就依你说的 继续坐镇华东 准备解放台湾 罗荣环保重身体 高岗负责总后勤 看来只好劳动林彪 林彪不成 就是素欲 安排一下 我先找林彪个别谈话